要不要做一次就骂他 你要教他一次 两次 三次 如果第三次才不听的话 你才可以骂他和骂他 同样的我们大人也有尊严 对不对 你要劝你的朋友 也要给他三次的机会 所以不要在人家的背后 讲人家的过失 为什么呢 请看下面经文 在45页 31号 倘若由于你自己心中的烦恼 总是看人家不顺眼 所以你就会故意去讲 别人佛子行的过失 本来他只有一分的过失 你就故意讲三分 三分变七分 最后就很夸当 这家讲完讲别家 别家讲完讲另外一家 那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本身 好不容易修的功德 就慢慢慢慢会消失 就像一个茶杯 上面修了很多功德 可是下面的茶杯是破的 所以你倒了干露水进去 结果水就通通漏光光 所以口叶是要小心的 要有口德 这一点特别注意 很多人虽然认真修行 可是呢 他的嘴巴没有留意的话 那常常功德都会爆掉 因此我们应该不要去说 已经发了菩提心 而进入大乘的在家出家的过失 有关这一点 佛子行应该特别注意 在家就是不可以说出家人的过失 这是佛经规定的 因为你毁谤三亡是不好的 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团体里面的干部 在做事情当中 你是起好心 也师父建议 这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最重要是讲 自己起恶心 故意说别人的过失 是非或是八卦 请看四十六 秉三 不贪有将 请看经文 力尽能使不争执 且所能闻思修实事 不予亲友师父家 力断其他佛子行 这种祭宋是对两个人说的 一个是在家居士 第二个特别是对出家众人说 请看经文的解释 当我们身处在亲朋好友 施主之家的时候 有为了恭敬 明文立养的缘故 我们有时候会发生很多冲突 这样常常好施主家 或有钱的亲戚家 会让你界定为了佛法修持 我越来越酸弱下去 所以因此 断图对亲友跟师父家的贪着 有关这一点是 佛子行应该特别谨慎的 而且要去警惕自己 不要犯人 应该去实践人 先讲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尤其当你身在大家庭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些人救救就很有钱 有些人姑姑就很有钱 她的钱也是她的福报 也是她赚人的 可是有些凡夫呢 不了解活怀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他有钱了 我巴挤他一下 多往他家跑一点 对他好一点 或许将来他会给我赚借 或是黄金 所以像这样的话 就会增长你的贪心 其实身在一个大家族里面 你应该讲 不管他是有钱 没钱 我们都应该平等地去看待他 尤其是佛弟子 我们前面说要修平等心 有善缘的 有恶缘的 没有缘的 你都要用平等心对答 何况 若是一个大家族的家人呢 你不可以说有钱的 你对他特别好 有钱的亲戚 我对别巴挤他 这样是不好的 你的贪心会贪得灭烈 那没有钱的呢 你就吵不起他 这样子也不好 要有平等心 其实有钱跟没钱 谁先成活都还不知道 这是被在家就是说 第二个 出了家 舍离家人 舍离了财产 和弟弟出家 有时候要经营的寺庙 是很辛苦的 但是呢 也要有平等心 对一切幸福 不可以说 哎呀 这个人金钱 特别多 说不得出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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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喝茶 喝盐子水 特别做 满贵给他吃 然后那个没有钱的 没有看到 就跑进厕所 这样不可以 佛特别呵斥 出家人 若是对施主 有钱的你特别好 你对没有钱的施主呢 生起傲慢心的话 或亲事的心 将来不怕是很不好 来生就可能 没有办法 做出家人的 所以做一位出家人 当然你要知道 你要感动别人呢 是要有戒定为佛法帮助出家 还有些出家人呢 对不起我多说几句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家 所以在家就是也要判断 师父跟你相处 应该不是像侍族一样 做生意 而是应该像同餐道友一样 在佛法相务 那有些人呢 出家人呢 可能每天很忙 看到的就是大功德主 就每天往他家跑 我来跟你接接缘 不好 没事跑到人家家里 做什么呢 你应该是 众生有苦难 要帮助他的时候 你才去他家吧 所以佛制 李秋跟李秋母一样 对于施主家 应该要到平等心看待 这样子才会增长贪心 所以这里讲 力尽能耻 不争贪 在家的人 若没有平等心的话 有些人呢 爸爸妈妈还没有断气 在医院里面呢 做子女就开始吵架 干嘛 分彩彩啊 我看过了 真的很可怕 很残忍 妈妈看在那里 已经快不行了 对不对 他就看到黄元就在吵架 真猜一猜 我跟你讲 这样帮你家人过世啊 他死了呢 都不会含心的 就是说 他死了都不会心安的 这样是不好的 那出了家 更应该也追求 无上的活道为主 有缘的施主 自然就会来布斥 所以在家居室 你要布斥 也要有智慧 这一点很重要 否则 会增长贪心 还增长什么 增长的心 甚至斗争的心 请看 第四 要戒足恶口 请看 三十四诵 出恶言辞乱人心 且损佛子诸行仪 故于他人不愿 当力断知佛子行 我们讲话要很谨慎 我讲身有 身有三个 不要杀到你 口 不要慌语 两舌恶口 跟其语 意呢 不要贪嗔痴 有三个 这个在十上页道题 讲得很清楚 所以可见 我们最容易做功德的是什么 嘴 但反过来 又不小心的话 最容易造恶业的 也是嘴 尤其是恶口 说人家的坏话 是非 匪文或八卦 这是不好的 请看下面的解释 他说出恶的言语 不断会 扰乱别人的心情 甚至还会破坏你自己 做佛弟子的威敌 这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 抛弃他人 所不悦意的出恶言 有关这一点 要常常 警惕自己 不要犯 反过来说 假如我们遇到 有些朋友 故意 不管他是佛教学 或非佛教学 故意用很出众的话来讲你 很恶毒的话来骂你 那时候怎么办呢 佛曾经做一个评议 有一次有一个圣弟子 在家 他说很受不了 他婆婆常常骂他 骂了他 他疯掉 有一天他就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佛陀怎么办 佛陀告诉他 第一 你要慈悲心 对你佛陀 因为他过去是跟你很友人 可是我虽然知道要慈悲 可是我一听到他骂我的时候 我就非常不高兴 我就火气更大更大 那佛陀就跟他讲 他就学了一个领域 他讲 有一个好朋友 送给你礼物 这这个礼物呢 不是你喜欢的 那你可以接受 我不接受 你也可以退缓 对不对 对啊 没错啊 那佛陀就问他说 假如人家骂你啊 叉叉叉很多恶语啊 那你心中不接受的话 你就退缓给他了吗 哎呀 佛陀很有智慧啊 他一听了以后 对 反正那个艾塔怎么骂 就怎么骂 对不对 所以下次他婆婆骂他的时候 他就一直有一笑 一笑 他说奇怪 我这媳妇有问题 他确实骂 骂了半个小时候 他说 奇怪 倒杯水给我 我累了 他就喝水了 这是真的 然后呢 他骂完以后就 奇怪 我刚才骂你 你怎么不生气 他说 反正那婆婆 你爱怎么骂 就是骂 你嘴巴生灵的 我都没有关系 你看 他心啊 就不起诚心 第二天 他婆婆就骂他了 他说 就是 台语叫 就浪费他的力气 知道吗 浪费力气 所以你看 释迦牧尼婆是很有智慧的 有时候呢 你的脑筋呢 就是呢 卡在那里 转都转不过来 你把你的心转了一下 好的坏的都可以解决的 听你一下 没有呢 不能解决的事 后来呢 第二天以后 他媳妇呢 不但呢 婆婆没有骂他 他一看到婆婆 就说 婆婆喝茶 然后慢慢 婆媳之间就改变了 所以听好 婆媳之间 本来就很难相处 为什么呢 婆婆跟媳妇就是抢同一个男人嘛 所以都是基督心生气的时候 没有智慧去处理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几期 佛子行特别注意 第一个 第一个要常常反观自己的错误 第二个不可以说别人的过失 第三不要为了贪得无厌 而去争夺这个名利 或是这个财富 第四个常常要借助 不可以恶好 接下来再看 几期 讲了这么多的佛子 行到了第三十五宗了 所以这个 西藏的初美 他就说 所有一切的佛法要做什么呢 要断除你心中贪真实的烦恼 这个是才佛法伟大的地方 请看几期 佛子当另行者 肃灭烦恼 请看三十五宗 烦恼成习则难治 灭治事当迟对治 贪等烦恼出名史 技术灭之 佛子瓶 请看 假如你的烦恼不透过口法去学习 来控制自己 看到自己的心 那时候烦恼是常常会像果山爆发 一起出来的 烦恼是为什么呢 反复篡息而产生的 请看翻证面 烦恼是不断地反复篡息 而养成不好的坏习惯 所以你要尝试地找到对应的方法去对治它 而且要努力地去克服它 你脾气不改 今生不改 来生脾气会更大 所以你今天不敢 明年脾气就更大 后年就脾气更大 你就会看一切都不顺眼 所以我们要设法去挽回它 虽然是很难做到 但是还是要一步一步一步去努力 因此先要有什么 正知跟正念 其他换一遍 正知是什么 听闻佛法 知道道理 正念就是听到佛法道理的时候 在境界来的时候 要去练习它 比如说你以前本来是 一步高兴 就开始破破阿妈妈 擦擦擦 这三字经浆 那你现在听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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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这个 你这个人喔 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错不错不错 你还是有平静的 但是你起码不放脏话 这是进步的 要鼓励自己 接下来我们还想 为什么要骂人家呢 骂也不能解决问题了 骂这回事情更糟糕了 所以下面讲 这个要提起正念 所以应该拿起来换能力 对峙的武器 在贪嗔是这个烦恼 刚刚要起码的时候 就把它砍断 所以迅速的催灭它 有关键一点呢 是否子行应该在心定法门 用功用功的地方 所以刚开始用功的时候呢 是很难的 请看换能力 所以文殊水利菩萨 为什么要拿智慧的宝剑 就是表示 拿智慧的宝剑 载断心中的烦恼 不是说贴出家人家的地方 烦恼 头发代表烦恼的根源 因为一般人都喜欢 头发漂亮吗 对不对 是不是 男生还弄法交吗 对不对 假如师父弄一个人 盘克服的话 那你看 我想我自己都会扔倒 对不对 所以用这个象征说 头发代表烦恼的根源 所以在南传国家出家的时候 要按照表是再生 是身上所有的头发要剃 眉毛也要剃 所有身上的毛都要剃 代表再生的意思 重新出生 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 每个初一十五都要剃光头 它代表要常常 剪断你心中烦恼根 是这个意思 那再加上就是 你虽然没有剃头 但是你要想 我每天的烦恼 有没有一个月 一个月有进步 今年有没有比去年 更脾气好一点 今年有没有比去年 更慈悲一点 今年有没有比去年 更精进一点 这本才是它真正的意思 好 再看下面 请八 请看四十七页 第十行 总观前文 观心立身 把观心立身画起来 常常反观自己的心 有没有实时帮助一切的众生 叫做观心立身 英文叫 Generating the thought of observing Your unwindfulness and benefiting all sentient beings 请看三十六 总之 从第一诵一直到讲到三十五诵 在你何时 总之 看七诵 何处行何事 都常皆当观心处何状 横距正念与正知 何办立他 何止行 总而言之 无论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 听天听到大乘佛法 唯一三宝 也来佛堂 共修 学习佛法 不管你身在何处 不管在佛堂 有些人在佛堂很清净 很庄严 但是一出佛堂了呢 就变倒了 你应该学着 在佛堂很清净 很慈悲 把这个清净慈悲 也带回家 对家人 也带回公司 对你的老板 你的同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甚至把你走到屋里 你身处何地 你的行住坐落 你的威夷 你都要想到 我的心 现在在做什么 常常问 我的心 现在在做什么 要看到自己心 这样子 有很多人的心是很乱 他都看不到自己的心 比方说 你看 眼睛可以看见 三千大千世界的东西 但是眼睛 很难看到自己的眉毛的 眼睛要怎样看到眉毛 拿个镜子来自己 照妖镜 对不对 照自己了 照好的 坏的 你不要看清楚 同样的这个比喻说 镜子就像佛法一样 佛法也是在 你看到自己的心 你不读佛子行 三十七颂的话 你常常都不知道 自己的心是怎么样 所以这边我有一个公开的鼓励 我知道在座里有功课很多了 不过有空的话 每一天应该把 佛子行三十七颂念一遍 你可以念中文的 也可以念英文 没关系 常常提醒自己 在西藏 上大曲派里面有些上师是要求的 佛子行三十七颂要念三千遍或一千遍 念了一千遍才可以追忆过佛例子 但是我没有要求这么多 我只是鼓励你 有空的时候尽量念 也可以在车上念 每天念一遍 你翻新自己 我今天是不是有慈悲心对别人 我翻新自己 人家今天抱我了 我是不是有心去包容他 能够常常念是更好 没有办法念至少一个礼拜 可以一遍吗 接下来再看经文 他说 透过具备这种正念与正知 而且相讯不断地承办 利他众生的事业 这一点是佛子们常常要反省的 也就是说你要想到 我的心在哪里 写下来 从头问 我的心在哪里 小朋友说 我的心在巧克力上面 妈妈我要吃巧克力 很可爱 那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都在钱上面 每一天就在经养一算 多少钱 对不对 那你不变钱鬼哦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 我的心在哪里 作为佛弟子听了这件经 要常常反省自己 我要常常心在 帮助一切的众生上 举一个例子 佛经讲 为心所变 为事所限 请看翻面变 一杯水为例 心什么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在天人 看一杯水 像一杯甘露 很干净的甘露 非常非常的甜美 可是我们人间就看到 就是一宫普通的水 而且现在的水还要分 有矿泉水 有没有自然的水 对不对 还有养生水 对不对 有细菌 没有细菌 还有呢 organic water 我还听过呢 有这个有机水 很有趣 可是水啊 在畜生到 比方说鱼 水就是它的家 它在河流里面 或湖泊 鱼里面有 水就是它的家 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 空气是很自然的 鱼呢 看到了所有的水 水就是它的家 可是恶鬼道 看到了很丑陋 很臭的浓血 地域道的众生呢 看到了就像沸腾 跟着火 热水一样 那你碰到的话 它是很烫的 会烧伤它们的 所以可见 同样是一杯水 天人 人间 畜生 恶鬼跟地域 所看的东西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的业命一样 所以 各位要常常要很谨慎 认识自己的心 你的心在哪里 这很重要 请看 我补充一下 我在商业经社做的法语里面 我就写了一段 这是我一生学佛的经验 他说 心量有多大 你的愿力就有多大 要超越的考验 也就有多大 同样的 你累积的功德也有多大 你的自信的显现 也就有多大 这一段 来解释一下本身 我们常常发愿 你心量有多大 你的愿力有多大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发信 我这么讲买一栋房子 哇 你看 你的心量就是这样 那你当时就会很努力 对不对 假如呢 你的心量就像我说 你看 我的愿望要起 印度尼西亚人 全部人一杯 看不清 哇 你的心量很大 那你接下来呢 你的愿力就会很大 你就会努力呀 所以换句话 你没有发愿的话 你的心就这么小小的 所以菩萨 为什么关心菩萨 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都广大无边呢 很了不起呢 因为他愿力非常大 阿弥陀佛就发了四十八大愿了 各位 你们一定就换佛 佛菩萨 请你保佑我 请问你有没有发过什么愿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你自己 跟一切的众生发过什么愿呢 好像很少人发这样的愿吧 只会每天来 消灾 免难 平安 赚大钱 考试第一名 就这样 不要想 你曾经为众生发过多少的愿 所以你的愿力越大的时候 你的心量又大 但注意听 愿力大的时候 考验就来了 好的人也来了 坏的人也来了 喜欢你的人也来了 不喜欢你的也来 那你考验就会非常大 所以有些灵友会说 师父啊 我不用功诊 我用功念经 我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了 考验就出现了 不要出话 好的坏的都是你的考验 接下来 你超越了这个考验 你就会累积了 多了功德 这个功德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自信的功德 就像月亮一样 佛性就会显现 就像看大海 各位大家在尼尼西亚 很多大海 大海平常很宁静 有没有 但是呢 都台风来的时候 哇 大海呢 波涛汹涌的 那海边是很危险的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国家现在用水 水力化电 也是要很大很大的这个河流 冲下去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力量 全世界现在很多地方都要用电 电脑 电视机 电话 都要电 很多国家呢 有烧煤的 烧柴的 还有水力发电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 当大海来的时候 波涛汹涌的力量 你把它运用得很好 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所以这里讲 累积的功德有多大的时候 你自信的显现 你就会有多大 了解了这个道理 已经一听 也就是说 当你故事的越多的时候 你心中的福报 就会显现得更大 其实福报不是福外面的 是从心中自己显现的 就像大海一样 对不对 当然力量越大的时候 海的力量就越大 可是海的力量越大 也可以产生灾难 但是你说运用得很好 海的力量可以有水力发电 大家有听过中国长江三峡 有没有 建水坝 对不对 它就是用那个水 冲下来的力量 产生水力发电吗 所以这里讲 累积的功德有多大 你自信的显现就不到 所以心的力量 重要 你动善念 跟动恶念 常常要很紧色 好 请看最后一首 九 以九结晴 回向所做的善根 三十七首 请看四十七页 第三十一行 如此情修 所身善 未出无边 众生苦 而以三轮清净会 回向菩提 活此行 他说 三轮体空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没有能顾失的人 所顾失的对象 跟所顾失的东西 透过三轮体空的 清净的圣会 圣会就是殊胜的智慧 你就会斩断自己心中的烦恼 慢慢慢慢的 你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 怎么样帮助众生呢 用佛法帮助众生 就像我 我在现在告诉你 苦口活性 我用五天讲很多佛法 就告诉你 其实你也有佛性的 你好好修行 你也会成佛的 当你听到佛法道理 慢慢慢慢转变你的心 有很多你本来苦苦的地方 想一想 哎呀 以前我实在白瘦了很多 远往苦啊 其实人生没有那么苦的嘛 想开一点 换个脑筋想一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国话常说的 这个中国佛经里面说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人不转呢 心要转 对各位怎么这么聪明呢 有智慧 所以都听完佛法 还是有智慧的 所以你要学着自己心要转 有那么死脑筋的 天底下没有不能解决的 有时候忍一下呢 心转了呢 你的骨脑就解决了 所以 而且你还进一步 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众生有些是呢 身体苦 有些是心灵的苦 有些是精神的苦 所以按照以上 佛子行三十七送的三十六种方法 来勉励自己 勤修无量的善行 而且要回向谷体 这一点是佛子行应该注意的 简单不能辨 有补充一下 什么叫回向谷体 这个呢 我在普贤十大院有讲过 在这里重复一下重点 一 回向众生 二 回向谷体 第三 回向实际 为什么我们佛教徒做完功德或做完功课 要以下有两个用意 第一个 破除你的我质 我们还不常常做一点好事 你看 我好了解 我今天做了什么善事 那这样不好 你会增长你的焦耐心 所以英文里面常常 爸爸妈妈会说 I'm very proud of you 其实 proud是没有什么好的 pride is not very good 骄傲是不好的人 可是佛法来讲就是说 为了要破除你的我质 所以你要把他回向 把自己的功德回过来 转过来 向一切的众生 不要觉得只有你好 也希望一切众生都好 这叫回自向他 回自己的功德 给一切的众生他人 第二个 回向谷体 就是我在回阴上 我在阴地里 我们的修行就像道坛里面 种稻子一样 种水果一样 你种一颗 种一颗 种一颗 种了很多善根有因 将来就会开花结果 这叫回向成体 第三 回向成绩 这个比较深 意思说回世向 我们每天在佛堂里面 诵经念佛 做善事 做义功 之前忙了这么多的事情 目的是什么 希望我跟一切众生都成佛 成佛是存在的 他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是有功德的 这个叫做回世向 假如你要详细的话 请你上网 听我讲五贤十大愿 我讲得很详细 所以接下来 有几个方法 可以常常发愿你一下 请他翻证一遍 第一个 常常点灯 点灯的时候 发愿不要自行到自己 希望这次所有的联友 这么辛苦 我在下雨里还来听经 我非常的感谢 这五天天经以后 希望你的心量大一点 常常想到别人 不要只想到你家人 你要想到 我虽然很苦 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比我还苦啊 你的心量大一点 常常点灯 发愿你一下 你也不要只是想到 全部印度尼西亚的人民 你也不要只想到 华人而已 不要想到整个地球的众生 还有除了地球之外 有无量不变的众生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无量的世界 都有很多众生的 第二个 常常点灯 点灯之外 也共襄 也诵经 而发愿回向你 我们很有福报 我太做人 也听到佛法 可是有些联友 他就听不到佛法 甚至有些联友 你拿佛法就帮助他 他还是很固执 他就不听人 那没有办法 因缘没有成熟 但是你还是要希望祝福他好 第三个 你看这里 这是我在智慧灵 拍到拉玛过年的时候 全部的拉玛拿手虾 还有拿灯 还有拿哈达 为所有世界的和平 补兼一下 英文叫 Universal Dedication 你看 他想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们想一个人的话 你的心上就这么一点点 你的功能就这么一点点 你想的功能是无量不明的共生 你功能就这么大 这是真的 心的力量是很大 心是像虚空一样 看不到边境 但它的力量真的真的很大 这要尝尝练习 好 接下来终于五块讲完了 四十八页讲结分 结分就是总结 这并不难 分二 仅依其数 就是说 丙依造诵的理由跟原因 请看 因为他三十七诵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呢 是前面的时候有AB两诵 接下来四十八页是用CDEF四首祭诵 请看祭诵C 他说 我就是指 初美三波仁波切 我依经训与论点 及随众贤所说义 未欲求学佛道者 赚佛子情三七诵 他说 我把初美三波仁波切说 我遵循着佛大乘写教 以及面具的所有的教法 以及具有正知正量的论典 以及历代盛行上师的名教 而为了要帮助想要学佛的人 在茫茫浩瀚无海的经论里面 把它归纳为最精简最精简最精简的三十七种 修行的十简次第 所以这是非常殊胜 你想要把所有的佛经归纳成三个字 叫什么 戒定会 或叫做文思修 把佛法所有的次第 把大乘跟金刚乘归纳最好的 我们上次说有修行七诵 有修行八诵 再把它扩大 就是这个佛子行三十七诵 再更详细一点 这是我第一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 已经送了就 佛菩萨行送 所以你没有时间的话 起码每一天可以念这三十提早的祭送 来提醒自己 就像人生座佑名一样 常常勉励自己 你的心总会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精净 请看 顶二 颂源清净 看祭送 第一 才智淫烈 伐其故 不善朔学 所习词 然依经教及圣言 否此行诵 应同妙 其实这是仁波切 九美桑波仁波切 他谦卑的地方 他说 佛所写的三十七诵 这个清净 这个传承是非常清净的 他说 由于我 非常地不聪明 才智非常地低烈 我也没有读过很多书 其实他读非常多的书 这是他谦卑 我不擅长于 像一般学者一样 会用很漂亮的潜词 来造句 用很漂亮的文学作品 来写得很好 但是 我肯定 我是从佛所讲的经论 跟圣以贤的言教 所以我想 我这佛子行诵 在印理上 在佛法上 绝对是没有错误的 而且是正知正见的 这是这一首的祭首 接下来再看 秉三 秉三 奇数获诗 然中 伟岸 活者 谁 虞顿如我 南境之 从四十八页 到 请看 应该是四十九页 读来 四十八到四十九 请看 然中 伟岸 佛子行 愚顿如我 南境之 顾其 贤者 词宽佑 为领 如关 诸作诗 他说 话要说回来了 对于那些伟大的佛子行一样 佛菩萨的行为是广大广大 像虚空一样广大 像大海的深塔一样广大 像我这么低劣的凡夫啊 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佛子行啊 难以撤起领域 就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详尽能透彻 所以假如文中有任何与佛菩萨的行为 违背或与其他无关而说的产生的故事呢 请求各位 圣行或大价能够慈悲的原谅 这是他谦卑的地方 最后再看 最后一首 F 锦二 苦皆回向 愿平观音 由作慈善 愿众生 皆平征服 不疑心 不住有疾 得自在 贤同顾 观圣音 他说 我衷心的 期望跟佛下 希望我借助作者 佛子行 三十七颂的 所产生一切的功德了 而使所有的众生 将来有缘 看到 听到 或来研究 或学习 或修持的人 都能够凭着 圣意跟赐福 两种殊胜的无疑心 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的 究竟解脱 观世音菩萨怎么样 究竟解脱呢 他不住在野后 也不住在无 这边的极面的极是无的意思 我们上次说 凡都住在什么 长跟短 好跟坏 圣上观世音菩萨 圣人呢 他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他是离开男生相 也离开女生相的三十二相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不复在两边的圣者 也就是说 他是超越了两边轮回之处的圣人 那这里讲圣密地跟世俗地 简单的说 这讲得很深的话 可以讲应天 什么菩萨心有两种 我们上次说 怨无菩萨跟行无菩萨 还记得吗 怨就是一个目标 我们要给你理想 行就是行为六度万行 那讲这个 我今天要发愿 比方说 我今天心弘时 发愿要众生无边事愿如 我很努力地学习佛法 公益众生 这个都是世俗的菩提心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能 发心的心弘时 所度的一切众生 你还有能跟所 就有两边 但是你慢慢慢慢修 当然有波仁波罗命 波仁波罗命的时候 最后能修的人 跟所修的物 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叫圣意地菩提心 就是波仁波罗命经讲的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尽 不增 不减 这叫圣意菩提心 没关系 先理解到这 将来有机会 还多听一些经论 你对圣意地菩提心 跟世俗地菩提心 就会比较了解 好 接下来 所以希望呢 诸美丧波仁波切呢 就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 愿同大悲观世音 所以商业金色呢 中间共的就是 千手千业观世音舞上 这是目标呢 非常非常的庄宁 希望将来大家 远远到台湾来参考的时候 请来点灯 发愿一下 好 接下来参考书目 从四十九页到五十一页 我列下了参考书目 有中文方面的书 从编号第一到第五 各位有空对着 佛子行三十七寿 可以理想相关的书 常常的读思维 希望大家多想想 佛法的道理 不要听过了就忘了 常常要复识 世界考试呢 老师教了以后 你还是要复识 这样你考识才会极致 同样的 这个也有英文的书 假如你看英文比较流利的话 由编号第六号到十一号 也有英文的书 这些书都是正知正见的 最后呢 假如你喜欢听佛子行三十七宋的音乐 在五十一页 也有一个慈懒仁波切和阿玛汉 假如你很有兴趣 想要多听几遍 也可以听尊贵的大宝法王 在印度地路阿宁的寺庙里 他也讲过佛子行三十七宋 好 所有的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接下来呢 讲一个故事 关心菩萨的感应路 给大家听 因为这个 出美桑波仁波切 他也是专修观音法 还有修整个文殊失利菩萨 我们大宋佛法呢 跟金刚圣佛法 几乎整个地球呢 三分之二的佛教族啊 都没有一个人不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真的非常的慈悲 所有的众生 古诞都很多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 放入观世音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 我自己也是 我学我第一个拜的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开始念古门品 大悲咒 很心经 我很认真的学 这里讲一个观音菩萨的感应路 大家听 在中国浙江省一个地方 有一个万里生意的人 他没有什么读书 但是呢 他家里就供了一尊 白音当世观世音 他每次要出门之前 都会很虔诚地点香 然后拜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们呢 全家人都拜观世音菩萨 他碰到昏蓝的时候 他也常常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所以他跟观音菩萨的缘非常非常的深 有一天呢 突然呢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做梦道说 观世音菩萨说 你不久灾难 他说 那我怎么办呢 观音菩萨说 那我念一首寄送给你听 你好好背起来 你就可以躲掉你的恶业跟灾难 请看观音菩萨就念了 给他听 逢桥莫亭舟 欲游静抹头 斗骨山山里 苍蝇鹏饼头 我先解释一下 再讲故事 他说 逢桥 碰到桥的时候 不要停 赶快走 第二个 遇到游 就是地上游游的时候 赶快抹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这样子 斗骨山山里 他也不知道 他就背 苍蝇鹏饼饼头 奇怪 观世音菩萨怎么会叫我念这样的经 结果 他醒了以后 他就觉得 嘿 这个梦很奇怪哦 观世音菩萨 来跟我讲这四个例子 一定有事情 他就把 看下面讲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他就把它记响 常常就念 他是一个拧商 他是做生意 有一天 他就用船 再拧到各地去卖 卖完一份生意做得很晚 就赶得很晚回来 结果回来的时候 突然下大雨 就像这几天一样 发生意大大雨 突然他的桥风就说 哎呀 说猪人啊 下大雨 太大了太大了 赶快吧 我们呢 躲在一个桥底下避避雨 他从心里想 哎呀 不可以啊 风敲莫停舟 他就说 不行不行 赶快开 赶快开 他说 你头有坏掉吗 下这么大雨 我叫你赶快开就赶快开 听我的话 我是老板 结果他就赶快开 一离开 我回头一看 哇 那个桥 就卡下来了 他想哎呀 关心不上 真是大慈大悲啊 我真的听了他的话 我刚刚停在那个呢 就真的死掉了 关心不上 那个桥啊 已经年久失修了 知道吗 刚好樱元下大雨 贪荒啊 他下雨本来笑躲雨 他躲在那边 关心不上 然后说 逢桥莫停舟 不要停在桥底下 赶快走 所以他就是坎林 救回一趟命 他就想说 哎呀 怎么办 关心不上 真的救救我了 所以他想说 第一句话 能见 那第二句话呢 叫做什么 就是第二句话呢 就是这个 运游记抹头 他想奇怪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那这时候呢 因为呢 晚上回家 他已经很晚了 对不对 当然已经半夜了 回到家里的时候啊 因为呢 下大雨啊 这个天遥地动的 结果呢 太晚了 结果呢 他家的油灯就掉了起来 掉了下来 结果满地都是油 他一进来呢 哎 怎么我家都没有人了 这么晚 还不晚啊 他呢 看到油 他就想说 运游记抹头 哦 赶快 地上呢 油了 他就擦着头 他的头了以后呢 他就这个 睡觉了 现代的人在家是留头发 可是你知道吗 清朝的男生呢 是有辫子的 对不对 那这个米萨呢 抹了头以后就睡觉了 到了半夜的时候了 他突然奇怪了 味道呢 他的屋子里有一个很新的味道 他觉得看 一看 哎呀 原来的他的太太 在另外一个房间 被人头砍断了 这时候他笑了一跳 他说 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他就赶快的 好 半夜的就拿着的辣子 然后跑到他岳父家 咕咕咕咕咕 然后他就说 岳父大人啊 怎么了 你的女儿被杀了 他说 是不是你做坏事啊 你跟我女儿吵架啊 你是不是有婚外情啊 第三者 他说没有没有 我跟你太太很好啊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 就是今天去做生意吗 半夜下大雨啊 我晚上回来啊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呢 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他的岳父讲说 我的女儿是不信佛的 你是拜观世音菩萨 那你们是相信佛教的 可能你们感情有问题咯 是不是呢 不不不 我们没问题 那你是不是跟你去吵架 那不然有人为什么会来杀我呢 他说说 嗯 我不晓得咧 我们回家去检查 他的岳父就跑得呢 回到他家去检查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丢 可是呢 他的岳父就告到官府里面说 我的呢 这个 女儿 被女儿 被女婿所杀 他就很冤枉 他根本不是我杀的 那后来怎么办呢 就把他关了起来 关了起来呢 这个米山啊 就很难过 一直还是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结果这时候呢 然后判官呢 要来叛问他的时候 拿起笔来的时候 很多苍蝇就飞起来了 然后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突然就念呢 苍蝇有横顶头 他想到了第四句嘛 对不对 好 再看一下翻译片 这个基础 冯桥莫庭州 他相信了 冯玉游进抹头 他又抹了 躲过一栽呢 他就想 苍蝇有横顶头 这个判官呢 刚好也是佛教 我没有善根就问他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把这个故事讲过来 那个宪官他就想一想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一四句都里面呢 对不对 你看我要判官的时候 我要判下去 真的很多苍蝇都 就飞来抓着我的头 让我不能够判 因为武人一判官 一丢就要砍头的 结果呢 他就想 那请问呢 第三句是什么 各位来参谜 你才在看 斗骨三生米 他讲斗骨三生米 怎么想呢 斗骨去了三 那还有七嘛 去了米就只讲 他的康 古来的康跟那个米康 就同音 那肯定是应该是康妻 或是七康 结果县官就去呢 下令命杂 结果 真的县里面 就有一个康妻的人物 原来康妻的人是什么呢 他和他的太太有外列呀 那他后来 怕人家发现 所以他太太 竟然怂恿康妻说 糟糕了 我没有婚外籍 那怎么办 先把我老公给占了吧 那这时候呢 他竟然被失去 贪嗔着一起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敢做到 所以呢 这时候呢 那个康妻就趁着晚上回来呢 就是呢 要杀人 那晚上暗暗的对不对 看着呢 那个头呢 有油油的 那是一定是女生嘛 对不对 又长头发 经常是长头发 又油油的 所以他这个没有油的 那一定是他老公 那时候就一看 结果他把他自己杀了 所以这就是因果 光业 从这里以后啊 哎呀 这个米商啊 突然就觉悟啊 人生很苦 还好他每天很真诚的拜官 是米商 他的心也很好 当然这也是他的业 可是呢 他后来就觉悟了 就出家了 出家了以后呢 就好好休息 就会成为泥带高僧了 我讲这故事也有几个用意 第一 常常拜观世音菩萨 是很重要的 我们众生有很多的苦难 你的苦难哪时候现前 你不知道 你真请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会忽念你 忽念你的家 忽念你的家人 第二个 就算你苦难现前了 你无所求 观世音菩萨 他也会来照顾你的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做人呢 要联手母戒跟时善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知道 假如你有破坏情 又有染的话 最后的果报呢 是你自己会有灾难的 当然 这个米商呢 有这些灾难呢 也是他的意 所以他有恶意 不管是过去式的 或现在是 可是他的缘呢 他的心很好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缘上帮助他 他也相信了你接受 所以在桥下面呢 他就赶快离开桥 所以他就避过了很多灾难 所以有空的时候 为了自己跟一切众生 应该常常念 盲目大悲观世音菩萨 好 最后我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在还没有回答问题之前 请看《吉祥圆满》 这张是我们讲经之前 前一天呢 在这里开光的这个照片 所以要谢谢很多很多的灵友 然后呢 能够成立一个道场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终于讲经吉祥圆满 在一个道场是要在家出家 一起布施的 要在一个地方 要建立一个正常的道场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但听经理完 将来有机会 也常常来国堂里共修 然后呢 然后呢 相互免利 菩萨道呢 是要遇到良知 因为有个好环境是不容易的 谢谢各位 今天讲经这次的讲座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们唱《乐章吉祥经》《八月文》 但是在唱《乐章吉祥经》《八月文》之前呢 因为是最后一天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发愿一下 愿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重生极乐世界 请看第四页 第二十三题 《乐章吉祥经》《八月文》 《极乐世界经》《八月文》 真的是出自于普贤行愿谱的寄宋 请翻开第五页 第五页 我想大家都很熟 我们可以慢慢念 也请看《幻灯片》和《极乐世界》的图 好 慢慢念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 愿我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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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中时 我灵我灵这样一项 各位灵我灵我灵我灵贼 uk한데物 Only for the 40 bit. 我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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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广大变十方 福利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几夜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究竟很无尽 我此苦贤书盛行 无边胜负皆为相 不愿沉溺住众生 处望无量光佛唱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 为师有心 四人总好 三有其知 法界众生 同愿总之 好 你每工作功课的时候 可以用这一段 来发愿门 是希望一切的众生 可以往生极乐境 接下来请看 看第六页 《乐章经》请向发愿 同愿 请静下来 为真请提为一切的众生 很虔诚的方愿 我其心不信 我其心不信 为主众生不 我其心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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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愿痛恋 也 自心不信 与其心不信 大 nation 我其心不信 我其心不信 而 自心不信 我其心不信 我其心不信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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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主堪堂 兵法救治安 我心心静静 全苦残苦堂 我同主堪堂 兵法救治安 我心散剃破 无神所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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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和写见华 安置于真如 始终的荣耀 在甘牧义当中 这个乐障吉祥经发愿非常好 当你发愿的时候 所有诸佛菩萨的固定 这是尊贵的释迦牧尼佛 祂自己多生多吉的愿力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祂发愿了五六度或五密 跟我们这次讲 这个佛子行三十七颂 里面六度也有关 所以你从讲义的第一页到第七页 你也每天可以当做自己的共修 最后我要真诚地说一些感谢的话 我是由我内心真心真心地写 首先要感谢三宝 故事一切这次法会没有障碍 更也要感谢词汇经验的住持 师出法师 以及带人的所有的护法委员 他们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没有钱没有力呢 也生随喜心 让这次法会非常地圆满 以前的奖金都是在外面租hotel 可是场定费是非常贵 经过多年他们的愿心 共修以及大家的发愿 今天有这么庄严的道场 道场常都开始 但是要靠大家来布置 所以我由衷地感谢 慈汇经验跟所有的护法半部 同时也要非常感谢 这些是义工人员 像黄先生录影的 还有私仪的 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生感恩的心 最后也要感谢我自己 没有生病 事实上不是生病的 你看不出来 可是我有时候给老线发言 每天会的 可是我的心中是很欢喜的 所以我很高兴 我这五篇也把所有的奖金 这个终于领满 最后也还要感谢 所有的各位连友 各位连友 全世界都很不尽情 精进不尽气 但是不要担心 做佛教徒 三宝会互念 没有工作 那就多念一眼睛吗 多念一眼睛以后 你就会有福报 就会慢慢慢慢地找到工作 所以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面 能够来学习国法 帮富众生 做义工 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中朋友也好 大朋友或老朋友都好 我非常地感谢 所以要感谢自己 也感谢别人 大家给人一个掌声 谢谢 感谢的感谢 在同时 将来这个DVD 会有词汇经验 发心流通 我也会得到原版 将来我们也会召 这个网路上 商业精神的网站 大概至少要半年以后 才会上网 因为大会的工作人员 都非常非常地辛苦 给他们有时间 手引移 听过的人 加上来也可以故事 如果没有听过的人 也可以介绍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无上所能了解 无上的功德 真正在阿巴起 无上的功德 真正在阿巴起 无提心 大悲心 跟无二退 所以讲座就到这里 再次 谢谢各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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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